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这幅图 这幅图还有这幅图里的英文字是什么意思呢 今次就想跟大家用另一个角度来逛逛旺角 可能大家平时都是 逛街啊 看电影啊 或者看电影啊 但假如我们能够利用到零碎的时间 即是可能逛逛街 看看英文啊 其实久而久之呢 英文的底字就是这样打回来 不说那么多 那么我们马上开始今天的行程 首先第一个见到的字 就是这个 Pedestrian area Pedestrian呢 其实就会是 解话路上走的行人 而呢 下面你看到 All vehicles prohibited 的意思就是所有车辆 都是禁止的 所以你看到 vehicles 就是car's的一个同意字 之后呢 想跟大家讲的字就是solo 我猜呢 应该有听过的 例如有些可能是男团啊 或者是女团啊 唱歌那些 那有时候呢 他们呢 有个别的成员 会出一些solo的歌 可能大家有听过 这样的说法 意思就是他们自己一个 出一首歌 但是在学术的文章 或者平时日常生活呢 我们见一些东西呢 整句的话呢 我们怎么看呢 我们看一看这句 就是说他以前呢 他就和团队一起玩的 但是现在呢 就搞什么呢 就是搞solo career 就是他自己一个人的career 就是个职业生涯了 之后呢 就是大家街头呢 常常会见到的 有些人帮人贴网贴的嘛 那呢 在这一幅图呢 大家就会见到这个 酱化玻璃膜啊 可能呢 他就想吸纳一些外国的朋友 或者游客 那所以呢 他呢 就整个英文上来 那酱化玻璃的英文是什么呢 酱化玻璃的英文呢 就是tempered glass 其实有另一个字的 就是这个tuffened glass 那两个意思呢 其实都可以解是 酱化玻璃啊 不知道呢 大家有没有试过 一些朋友或者家人呢 有一种皮肤病啊 就叫油啊 我都是看完这个广告 才知道 原来他是高度传染性的 那究竟高度传染性的英文就怎么说呢 在这个广告里面呢 他就用了contagious这个字 那我们一起看一看一个例句 不过看例句之前呢 都要留意呢 在这个广告里面呢 contagious呢 其实串错了 那其实应该呢 i-o-u-s 而不是e-o-u-s 的 回到那个例句呢 例句就是 the patient is still highly contagious 就是意思是 病人他就未完全康复 所以他是高度传染性 就是他可能呢 他的病会传染给身边的人了 之后呢 我猜大家都应该不需要这个服务的 这个服务呢 叫做 职法服务 我其实真的未听过 第一次听 如果大家去试过这个服务呢 可以跟我讲回你的体验 那呢 先讲回生字先 职法 大家可能少听一点 不过职野的职呢 其实呢 在其他不同的例子都可能用到的 例如D一个phrase 你看到 Traditional basket weaving 什么叫basket呢 D就叫basket 就是那些 平时我们用的竹籃籃 其实都是人们职出来的 那我们一起又看到一个例句 例如这句 Only a few of the women still weave 因为呢 其实weave呢 职野呢 就是今时今日就不是真的好流行 那所以他说 啊 只剩下好少数的女性 她依然有职野这个习惯 接着这幅图呢 大家片头应该见过 那究竟为什么会讲craft restaurant 究竟这个craft有什么特别意思呢 因为其实craft这个字呢 中文意思就是一些手工艺 例如这个phrase Traditional rural craft 意思就是一些传统的 香蕉的手工艺的意思 那跟餐厅有什么关系呢 那我自己估计 这家餐厅应该有买一种啤酒 啤酒呢 就叫手工啤酒 因为手工啤酒的英文呢 正正就是craft beer 留意呢 就是craft这个字 不单只是手作啊 就是画画那些的 音乐那些都可以的 例如这句 The musician spends years perfecting his craft 意思呢 就是说有个音乐家 他就用了很多很多年的时间 令到他自己的作品变得完美 之后这个呢 哇 就这样看有点难看 所以我调一调位先 那呢 现在就好了 前面那两个字 就是广东话 是梅记 那样 后面我们的焦点 在后面呢 就是cook food store 那store 那store 其实意思就是商店 那 但是我就不是想 斟着他这个意思 特别呢 我想说一说 一个store的意思呢 它经常是一些 学术性文章 或者一些难度比较高的文章 有的 我们一起看看这句 trafik has stopped to a stop because an oil truck is making a delivery 其实store 这个词呢 都可以有暂缓 或者停止进展 那样的意思 那大家呢 在这一句见到trafik 然后他用store来用呢 即是代表 那个traffic 即是交通 那他就停止了进展 即是很失车的意思 那为什么会这样发生呢 就是因为有一辆oil truck 有一辆是混油的货车 因为他在运送货品 大家都知道 混油的货车一定很大很重 那他就很慢 那所以就拖到整个交通 就很慢很制作了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吃过fusion dishes 即是他会将不同国家的食物 混合在一起 不过其实fusion 这个词都不只是说食物的 有其他东西都可以 例如这句 her work is a fusion of several different styles 其实这个work呢 就不论是写作啊 音乐啊 其实艺术啊 很多不同的东西 就算是工作上面 其实都可以是ok的 那总之 fusion就是混合不同的东西 那样的意思 哇不觉不觉 我们都说了多少生字 就是fusion啊 或者有delivery啊 不是delivery好像不是主要说的 Anyway 好多好多了 我们生字了 但呢 其实我自己要说的 真的很有限 我觉得最重要都是大家 如果大家有心 可能是想给几个月时间 甚至是一两年时间 去进修这个英文 那不妨在行街啊 或者大家空闲闲雨的时间呢 都试下留意呢 身边的一些英文生字 因为呢 其实虽然好像看得很简单 但是呢 有时候去到英文考试啊 或者当你要写文章的时候呢 真的懂得一只字 多一只字啊 假如大家在预备公开试 即是不论是DSE IELTS 或者其他啊 那呢 有时候你试多一两日 随时呢 是会帮你在考试 收拾一分得分 这样 那样呢 我都会继续在这个channel里面 发布一些 差不多同类型 关于英文啊 或者关于一些考试 英文考试啊 的一些片 大家有兴趣都 欢迎like啦 subscribe啦 那然后就 下次见 你的眼不晓 你去影响 你去影响 你去电视频